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乐活在人间 我是书伟 我们今天要跟观众朋友 来聊一聊胃癌 台湾罹患癌症的人口 每年都有数万人左右 那么其实罹患癌症并不可怕 但是可怕的是 我们对他不够了解 没有更多正确的知识 我们今天谈到了胃癌 每年高居台湾十大癌症 大概是第四名或第五名左右 到底要怎么样去防治 胃癌的发生 如果一旦发现得到胃癌 我们有哪些医治的方法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 一手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林兆棠院长来到现场 欢迎院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是 院长才特地 刚刚从美国回来 那他有一年有很多的研讨会 特别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影 那么跟我们谈到了这个胃癌的这个部分 那其实胃是我们的消化系统 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先来跟我们讲到底胃的位置在哪里 好不好 好的 我们从嘴巴吃东西下来以后就是经过食道 然后胃是一个膨胀的一个器官 然后从胃以下就是一连串的小肠 然后再经过大肠 然后再把食物排出来 所以胃可以说是我们消化系统里面最重要 主要的消化器官 那在食道方面的话 它大部分只是一个食物通过 那最重要的蛋白质消化就在胃 在胃 所以在胃里面呢 常常会发生很多的疾病 那么小肠是我们吸收的器官 那最后面大肠大概就是排泄这方面 是 所以胃的疾病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是 是 胃的疾病大概主要有哪一些 一般来说 胃大部分是在胃的黏膜里面 因为它的黏膜上面呢 它覆盖的一些保护层 但是胃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液体 就是胃液 胃液呢 它里面最重要的成分是胃酸 还有它的蛋白酶 用这个胃酸的酸度呢 能够促使这个蛋白酶 把吃进去的食物 特别是蛋白质的食物 消化成比较小的胺基酸来吸收 所以在这里面如果胃酸过高 或者是胃的黏膜 里面有一些缺陷的话 就容易发生很多的胃的疾病 小的来说就是我们一般常讲的 胃溃疡啦 舌子肠溃疡啦 胃破皮啦 胃糜啦 但是严重一点 那就是胃癌 胃癌了 好 刚才这个院长也有提到说 这个胃里面的疾病可能有好多种 但是一般人会觉得说 胃里面有胃酸 那酸的浓度这么高 它是一个无菌的一个状态吗 过去我们一直都相信说 胃这么酸 就是连这个铁钉进去都可以化掉 因为它的PH值只有2到3 那事实上很多的食物进到里面 都靠这个胃酸来防腐 很多的细菌一进到胃里面 都能被它消灭掉 但是在30年前呢 澳洲的一个科学家 两位科学家 终于发现说 在胃里面其实是有细菌 而这个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 那这个细菌存在我们身体里面 很久很久 那么它会造成很多的消化性疾病 包括我刚才提到的 消化性溃疡 胃溃疡 甚至淋巴瘤 那当然跟胃癌也有关系 所以现在认为说 胃不是一个无菌的一个器官 而胃里面的细菌 也是造成胃癌里面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 是 好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 深入了解的是胃癌这个癌症 大概引发胃癌的几个危险因子 有包含了哪一些 我们请院长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引起胃癌的十大原因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一个遗传 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 好多病都跟遗传有关 难道胃癌也有关吗 答案是正确的 那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例子 是拿破仑 拿破仑他自己本身 最后死亡的原因 最后经过解剖证实 还是胃癌 那他的爸爸也是胃癌 那他还有一个弟弟也是胃癌 所以胃癌本身 是有一些遗传的因素 除了这个以外 男生比较老一点的 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胃的幽门螺旋感菌 这个细菌 也是引发胃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吃的食物 等一会会提到 含很多的硝酸炎 防虎剂 或者是有恶性贫血的体质 或者是家里面的人 有其他的癌症 也很容易得到胃癌 那当然比较少见的 像胃的息肉 喝酒抽烟 这个在胃癌的引起的因子里面 它扮演的角色 没有那么严重 是 院长请问什么是恶性贫血 一般来讲我们的贫血 是大部分的贫血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 有什么地方失血 然后造成它缺铁 造成这样的一般的贫血 我们不叫做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是一种体质的关系 造成维他命B12不足 所造成的贫血 那这个在我们东方人 其实是不多 所以前面这几个因子 导致我们东方人 引起胃癌比较重要的因素 那么其中的食物 那么有些食物含有 这个硝酸盐 亚硝酸盐这些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 比较深入来讨论一下 那么再来就来看到 怎么样一般人 可以比较及早发现 他的胃出了状况 他胃癌的症状有哪一些 一般来说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说 胃是一个囊状的一个器官 当里面发生了毛病 里面长了一个癌症 他很可能就会吐血 会出血 那如果他这个癌症长得很大 他就会塞在这个胃的 幽门的地方 你吃到 吃了东西吃到那里 就吃不过去 就会胀 胀了以后会吐出来 吐出来以后你就不敢吃 食物就越来越没有食欲 体重越来越瘦 持续消化不良 那如果你这里面有出血的现象 他就会在大便里面出现黑色的血 或者是出现红色的血 那么人觉得很疲劳 那肚子越来越脏 那一般来讲 这所谓的胃癌的症状 都是指比较晚期的胃癌 是 不过最近因为我们这几年来 也可以说我们跟日本人一样 大家都注意到说 消化到癌症很多 所以大家都会提早来做身体检查 所以在健康检查或者是说 有些人只有稍稍有一点不舒服 或者是定期的健康检查 他就会发现一些早期癌症 那如果是早期癌症 或许这些症状都没有 就是在做内视镜 在做检查的时候 意外发现很早期很小的癌症 可能这些症状都没有 所以初期癌症 你如果不去做健检的话 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发掘它 对 这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们的卫生署也很鼓励大家 要做定期的健康检查 尤其是到了一个年龄之后 定期做各种各样的筛检 是很重要的 那到了这些症状的时候 通常都第几期了 一般来讲 这都是第二期 第三期 甚至如果已经肚子都肿起来了 那可能这个癌细胞已经扩散出去 有转移了 那已经到第四期 所以一般来讲 有症状出来的胃癌 大概都不是早期的胃癌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了解一下说 胃癌的诊断工具包含了哪一些 刚才院长提到胃内视镜 但一般人觉得要去照胃镜 都会觉得很害怕 所以会一直拖延 包括我自己也是 要是觉得说 那是不是要麻醉一下 比较舒服 有几种方法呢 是 一般来讲 我们现在对胃癌的诊断工具 当然是以胃内视镜是最方便 而且最清楚 而且可以同时得到这个切片 组织 但是除了内视镜以外 其实S光的照射 扫描也可以做 那这里面的S光的照射呢 并不是说电脑断层的扫描 那S光的照射呢 就是让我们喝药 以前我们讲说 咸饮剂之类的吗 咸饮剂说 喝石膏啦 喝下去以后呢 照S光让它翻来翻去 这样的一个S光的检查 其实也可以找出这个癌症 但是一般来讲 它的诊断的效率 没有内视镜这么好 那当然比较舒服 但是很多人说 假设这个胃内视镜比较清楚 我宁愿照清楚一点 我不要照S光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又舒服又可以照得更清楚 就是刚才您主持人所提到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麻醉的方法 现在很多做内视镜的病人 他都要求说要做麻醉 而且这个麻醉的内视镜 在现在来讲 也非常非常的普遍 所以呢 大家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 事实上做一个麻醉的一个内视镜 其实可以看到胃癌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 其他这些检查 包括超音波的扫描 或者是电脑断层的扫描 这些都是发现了癌症以后 要知道他到底到第几期 知道他侵犯的程度 所以基本上他并不是用来寻找他的一个工具 而是用来做分歧 或者是来预测他这个癌症的情况是比较严重 还是比较轻 那么其他的也有人是希望说 我是不是能够验个血 在市面上有说抽个血检查 会不会知道癌症 大概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更敏感 或者是更特异性更好的方法 像肝癌的话 我们常常会建议人家说 你抽一个胎儿蛋白 可以知道可不可能有肝癌 但是胃癌的话 目前是没有一个 没有办法用抽血的方法 或者是吹气或者是等等 各种方法 没有侵袭性的方法 来诊断胃癌目前还没有那么理想 好 那所以用胃内视镜 刚才院长有提到说 现在很多人会觉得 用比较舒服的状态是麻醉 通常要麻醉几个小时 可以完成检查胃的一个问题 其实整个胃的内视镜检查 它基本上是有麻醉的 那就是局部麻醉 局部麻醉的话 就是口腔喉咙这里 我们会用麻药 那么吞过去以后 其实整个步骤 技术好的这个医师的话 在五分钟以内就可以做完 五分钟啊 所以其实整个过程 有很多病人他说 我要做这个无痛内视镜 那事实上 我很多病人 我们自己在做的话 他不需要麻醉 也一样是无痛 所以其实所谓的 无痛跟麻醉 这两个事情 麻醉当然会让你觉得没有痛 但是技术好 而且速度很快 做得很清楚的话 其实一个内视镜检查 不需要麻醉 它五分钟也可以做完 所以麻醉本身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你做了花五分钟 那你也是麻醉也是五分钟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本身 是心理上的恐惧 还有当然操作者的技术也有关系 不过透过麻醉 让你少掉这个恐惧 让你会觉得说 这个检查本身很放心 特别是现在胃癌的比率 还没有大肠直肠癌来得更多 所以目前为止在国家 国建局 国家的健康管理局 他都是在鼓励说 如何找到早期的癌症 所以第一个步骤 事实上是鼓励大家做 大肠的大便的检查 大便的检查 如果有前学反应的话 他就鼓励你要去做胃镜 跟大肠镜的检查 因为大便里面如果有血 有前学反应 就是没有看得到 但是检查得出来这个血 代表说你可能在胃 或者在肠子里面 有长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 先检查大便 大便有了问题以后 我们才来做胃镜 或大肠镜的检查 那这个时候就有些人觉得说 既然我要做大肠镜的检查 我也怕痛 我就麻醉 就两个一起 可以 现在可以这样 一次麻醉 胃镜跟大肠镜 一起做 可能20分钟就结束了 所以目前为止 对于这一种胃癌的检查的话 我们现在整个国家的政策里面 是鼓励说 也鼓励大家 大家尽量做 那如果你需要麻醉的话 一举两得 一次可以做两个 而且甚至于发现大肠癌的机会 比发现胃癌的机会还低 还高 现在大肠癌就 男性朋友来说 大肠癌的十大癌症里面是排名第 排第二到第一了 现在都已经超过肝癌 超过肺癌了 因为也知道最近前总统 你前总统才刚刚发现说是大肠癌 他在前一年没有检查 第二年检查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大肠癌 所以很可怕 就是说大肠直肠癌随着我们整个饮食跟等一会会提到的西方化的一个饮食以后 我们的胃癌是越来越少 反而大肠直肠癌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 胃癌的类型分作第一种是肠性胃癌 第二种是弥漫性胃癌 这个部分是比较专业的 那么一般来讲我们都认为说 癌症大概都是比较老一点的人才会得到癌症 年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是你偶尔会听到有一些很意外的 就是说比较年轻的女孩子 那她20岁30岁 她也被发现说是胃癌 那么这里面有一些名人也是发现这样的一个胃癌 所以很早就发现胃癌 这一型的叫做弥漫性胃癌 那这种弥漫性胃癌是比较特别 它跟基因遗传比较有关系 那么一般我们看到的胃癌 都是所谓的长型胃癌 是比较老年一点的人 那么跟幽门螺旋感觉比较有关的 是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关心 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来关心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 做所谓的胃癌的自我筛减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现在罹患胃癌的朋友已经高居台湾十大癌症的第四位 第五位左右 所以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有哪一些的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我去筛减 来重视自己的身体 胃癌的自我筛减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一个图板 也请院长来跟我们看看 我们这样子的提问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有胃息肉的朋友 比较容易得到胃癌 是 大部分的息肉都是良性的 那特别是胃的息肉几乎都是良性的 但是最近几年发现说 有少数的比较长在高一点的位置的息肉 偶尔会发现癌症 但是真正息肉最大的可能性是 大肠的息肉 那合并有大肠癌的机会会很多 所以这一点的话 胃息肉本身虽然是一个危险因子 但是没有大肠息肉那么可怕 刚才院长有提到说 大肠癌其实它的这个 在台湾耗发的机率比胃癌要高 那有没有可能大肠癌之后转移到胃 这个机率高吗 很少 很少 是 好 那么再来第二点就是 曾经患有慢性胃溃疡的朋友 也要特别注意吗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 我们最近把台湾的整个健保资料库 做了一个总整理 就发现说 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第一次发生溃疡初学以后 那么医生跟他诊断说是胃溃疡 那给他药物治疗以后 那么经过了几年的追踪 后来发现这里面有不少人是胃癌 那这个代表了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说 当初这个诊断 胃溃疡到底是对还是错 第二个是说 如果原来是胃溃疡 那么为什么过了几年以后 会变成胃癌 所以这两个之间可能有一些相关 那我们宁愿相信说 是一开始的时候诊断 诊断没有把它做得很确定 因为胃溃疡跟胃癌长得很像 所以很多医生觉得说 就是胃溃疡 告诉他说吃吃药就好了 忘了再追踪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 如果医生告诉你说是十二指肠溃疡 那大概你可以放心 因为十二指肠溃疡 得到胃癌的机会 恍而比较少 那么胃溃疡的人 得到胃癌的机会会比较高 因为十二指肠溃疡的病人 他基本上他胃酸是高的 那胃溃疡的病人 基本上胃酸是低的 低胃酸的人比较容易得到胃癌 所以这一点的话 一旦医生告诉你说 特别是中老年人 得到慢性的胃溃疡 假如他找不到什么原因 少数的人他是很清楚说 我在吃阿斯匹林 我在吃一些抗凝血剂 所以吃了以后三胃 所以得到胃溃疡 那这个胃溃疡是比较容易愈合的 但是如果找不到原因的胃溃疡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在定期追踪 即使你认为说治好了 那过个几年 一定要再看一次胃镜 胃溃疡他的状态 跟胃癌的状态 照胃镜看起来的相似度 很高的 很像 所以除非他在切片吗 对 一方面是要切片 一方面真的要很有经验 所以这个胃溃疡跟胃癌的诊断 是一个非常容易混淆的一个诊断 所以不要随随便便 对病人说慢性胃溃疡 这样就放他走 这个是很容易复诊 一定要再去追踪 对对 而因为胃溃疡的朋友 其实越来越多 尤其现在这个压力大 然后日常饮食都不稳定 常常在那边外食 然后工作时间 也是吃饭时间不一定 所以曾经得过一次胃溃疡 它其实还是有可能在复发 对不对 是的 是的 OK 好 所以如果曾经有得过慢性胃溃疡的朋友 那院长你提醒他们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一定要在诊断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确认说 他溃疡的原因是良性的不是恶性 也就是说如果告诉你是胃溃疡的话 你一定问医生说 有没有帮我做切片 有没有恶性的可能性 那即使他告诉你说 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你隔了一阵子 你应该还要再追踪 因为胃溃疡本身跟胃癌很难区分 OK 好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提到这个饮食的习惯了 喜欢吃腌制的啊 好烟熏啊烧烤啦 高香料的肉类食品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 所以烧烤类的东西尽量少吃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从过去 这几百年来 大家在研究这个胃癌的 这个形成原因当中 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 那么过去呢 我们东方人也好 西方人也好 都是吃得很咸 那吃得很咸 主要是要腌制起来 怕会坏掉 我们怕坏掉 特别是以前 像新鲜的东西 几乎不可能保存 唯一的方法就是把它腌起来 那么你可以看到 火腿啦 腊肉啦 香肠啦 甚至于在日本 你可以吃到很多东西都很咸 那在台湾我们知道说 我们过去的调查 在马祖地区的胃癌非常的多 那我们去调查 马祖地区他们到底吃什么 早期的马祖地区的渔民 他们吃到的鱼呢 就是臭了就吃了 或者是腌起来 放在罐子里面加盐 然后吃这一类很腌制的食物 这个是非常容易造成胃癌的一个饮食 所以这一类的饮食呢 以现在人来讲的话 不会有这么多机会 要吃腊肉啦 香肠啦 火腿啦 腌制的食物 也不会像以前日本人吃那么咸 所以这个部分呢 胃癌再减少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 是有相当大的关系 那如果吃过于烫的食物 或是太硬的食物 也会造成对胃是负担吗 这一点倒不是 一般来讲 以前我们认为说 比较烫的食物 大家会说 有些是跟食道比较有关 那有一些地方说 它在渔村里面 它早上起来很冷 所以每一个都要喝很烫的东西 那个地方好像食道癌比较多 但是跟胃癌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 那胃食道逆流 跟胃癌会有相关联吗 胃食道逆流跟胃癌不太相关 它是跟食道有相关 它是跟食道有关 那大部分的是因为 里面的食物 还有胃的这个喷门的地方 比较没有办法关得很紧 胃酸逆流回去 那基本上我们刚刚提到 胃癌本身它是酸是比较低的 所以恍而跟胃食道逆流 是不一样的 OK 好 那么第四点是日常生活的饮食 蔬菜水果类的摄取量 低于动物性脂肪类的摄取量 那动物性脂肪类的这种饮食习惯 大概就是比较西化的习惯 是 是 我想这个部分 也是跟我们的过去的 这个生活品质有关 过去人 没有太多的新鲜的食物 特别是在比较乡下的地方 渔村或者是比较内地的地方 它其实没有机会吃到新鲜的蔬菜水果 维他命C这些比较多的 那么现在有了冰箱以后 大家都不会有这个问题 可是在过去没有这个的时候 大家就会把动物性的食物 直接腌起来 用高盐 用各种腌制的食物把它吃下来 所以这一类的也是刚刚提到的 这是造成胃癌很重要的一个饮食因素 好 那还有这个第五点是 曾经有幽门螺旋感菌HP感染的 导致慢性胃炎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 像这类的朋友要定期的做追踪吗 是 这个部分也就是最近这30年 发现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是胃癌造成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 所以目前为止 发现这一个细菌的人 他得到诺贝尔医学奖 在四年前得到医学奖 那么可以知道说 这个细菌如果除掉的话 你可以减少一个胃癌的因子 所以目前为止假设说 你家里的人有得过胃癌 你又同时发现幽门螺旋感菌 你要赶快来治疗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那假设说 你发生过胃溃疡或十二指肠溃疡 那么你胃里面也一样有这个细菌 你只要把这个细菌除掉 你终生不必吃药 你的溃疡就会好 就会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是幽门螺旋感菌发现以后 是等于消化到疾病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改变 我们怎么样知道 我们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菌呢 它有好几种方法 那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当你在做胃镜的时候 用切片直接抓 但是现在也有各种 比较没有侵袭性的方法 比如说你可以用吹气的方法 抽血的方法 都可以知道 你有没有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是 那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旋感菌 在我们的胃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把它消除掉 是吃药吗 吃药就可以了 吃药就可以 一个礼拜的药 是一种抗生素吗 抗生素 是抗生素 那它 我们这一次把它灭掉了 它就不会再发生了吗 在成人 如果你这样治疗过 大概就不会再发生 所以这个病本身 进步真的是很快 所以我们现在越来 病人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都把我们的客人 都消灭掉了 好 那再来呢 有胃癌家族史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了 对 这个刚才我提到 像拿破仑家族 这样的一个家族的话 它即使再大的功劳 都没有用 它家里的人 陆陆续续都胃癌死掉 所以现在 我们在台大 我们都有一个计划 假设你家里的人 有直系亲属里面 有任何一个人有胃癌的话 那就欢迎你赶快 到我们医院来 这其实每一家医院 都可以帮他检查 第一个帮他检查看 胃里面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 看看有没有 幽门螺旋杆菌 第三个呢 帮他把血流下来 那么做什么呢 如果有 里面胃已经一发现 里面 我们偶尔还发现说 家里哥哥有胃癌 结果他弟弟去检查 也有胃癌 这个时候就意外发现 一个早期癌 可以帮他治疗 第二个 如果他里面还有 幽门螺旋杆菌 就免费帮他杀菌 杀了菌以后 他两个风险因子 就少掉一个 剩下一个就是遗传 遗传我们现在 目前为止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会帮他 把血流下来 那目前以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拥有的 这么多的一个 遗传因子的研究当中 很快我们会找到 那个风险因子 如果有那个风险因子的话 有一些人是要 预防性的 要把这个胃癌的因子 全部都除掉 所以现在是有办法 来处理这个 好 还有再来是 曾经被诊断过 是萎缩性胃炎的 萎缩性胃炎 萎缩性胃炎是 在做胃镜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胃 看起来比较薄 里面都没有血管 里面只有血管 没有胃的黏膜 那这个胃的黏膜 这是一个老化的现象 那这一种的黏膜 比较容易长胃癌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老化的过程 所以这个部分 大部分是说 当你在做胃镜的时候 医生做切片 告诉你说 你的胃有萎缩 那我们才会考虑说 你这个情形是比较高风险 不过这种风险呢 还是没有前面那几个风险高 我们只是注意而已 是 好 那么再来是 曾经被诊断是无胃酸症 无胃酸症是 它的胃里面的 胃酸很低 胃酸很低啊 对对对 我刚刚提到说 你是体质吗 对 刚刚提到说 这个胃癌本身是 胃酸低的情况 容易得到癌症 那这一类的病人 很少很少 但是在国外比较多 那这一类的人 他基本上容易长胃癌 但是我们在我们台湾的情况 很少见到 好 还有这个恶性贫血患者 刚才院长提到 比较少有这样子的患者 再来是曾经接受过 权位切除者 次权位切除者 这个导师一定要提到的 这个就是台湾的特色 这个导师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台湾 很多的人都 都会去开刀 会去开刀 那么在我们这个年龄 大家可能不太会相信 但是在过个 现在大概五六十岁的人 会注意到说 以前在台湾 很流行一个就是说 去把胃切掉 那为什么会切掉呢 他就是胃不舒服 胃初学 胃溃疡 只要胃不舒服 他就去某某一家医院 就把胃切掉 所以在中部有几个地方 开胃开得很成功 那个地方叫吴胃村 就是所有的胃都开掉了 但是这个胃不是整个开掉 叫次权胃切除 就是胃切掉三分之一 那么以前因为 医学不是很进步 只要有胃溃疡 出血的话 没办法止血 他那个地方把它切掉 剩下三分之一 这样看起来都很好 而且切完的人都说 你看我从此就溃疡就好了 而且吃比较吃不胖是不是 对 而且他很高兴 他就一个介绍一个 结果附近邻居呢 每一个人只要胃有一点不舒服 就去开刀 开完也都很好啊 不料过了二十年以后 剩下来那个胃容易长胃癌 这次才可怕 这个叫做残胃癌 残就是残肺的残 就是残留下来的胃 还会长癌症 那就是因为你把它胃的那一个部分 拿掉以后 剩下来的这些胃呢 反而会因为一些胆汁逆流以后 反而产生癌症 所以这个跟原来的胃癌是不一样 这种是第二次发生的胃癌 而且是你自己人工制造出来的胃癌 那这个只有在台湾很特别 那过去台湾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说 把胃切掉有什么坏处 现在我们大家都很珍惜哦 很珍惜耶 任何一个器官都要珍惜 其实请你开一个盲肠炎 你都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开盲肠炎 盲肠炎是我一个器官啊 可是以前的人很简单 甲状腺有问题就把甲状腺开掉 子宫有问题就把子宫拿掉 胃有问题就把胃拿掉 没想到二十年后 这些开的一个一个都长出胃癌来 所以这一点 我们曾经做过很大规模的调查 现在还是要提醒 曾经在十年前二十年前 特别二十年以上 开的越久的得到胃癌的机会越多 而且是不是胃亚前缺除 或者是次全缺除 没有全切除的 剩下来胃是很危险的 所以大概是现在年龄层 可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朋友 如果有做过这个次全胃的 这个切除者的朋友 应该要去定期要检查 做一些筛检 对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接下来要一起来了解 如果得到胃癌的话 有哪一些的治疗方法 那么第一个就是外科手术治疗的方法 把它切掉 是 我想所有这种比较实质的 硬的这种肿瘤 不管是胃癌也好 大肠癌也好 能够开的癌症 基本上第一个治疗就是开刀 先把它拿掉 对 所以你听到说胃癌 大概第一个大家都会想说 那要不要去开刀 所以它就是一个肿瘤 对 就是一个肿瘤 就是要开刀 所以开刀是一个最根本 而且大家相信说 它是可以完全治疗好的 那如果真的不行 我们才会考虑到说 用化学治疗 黄色线治疗 还有镭射治疗 不过这里面还提到一个 特别是一个内湿镜治疗 这个倒是一个新的一个治疗 也就是说现在的内科医师 由于他的诊断越来越进步 刚才我也提到说 我们现在一般人 也很多的政府机关的一些长官 或者是公务人员 他定期都有在做身体检查 那么身体检查的时候 你意外有时候会发现 真的长了一些早期的癌症 这些早期癌症 它的癌细胞很少一点点 但是我们内湿镜看到了 看到了以后你未必要 为了这么一点点的癌细胞 你去把整个胃切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内湿镜治疗 那这个内湿镜治疗 也就是说 它是专门用来做 比较早期的 比较表面的 比较浅层的癌症 那它可以用烧的 可以用切的 可以用刮的 那这个保留了90% 甚至几乎整个胃 都可以保留下来 那这种内湿镜疗法仅限于 早期癌症 那么一般来讲 只要是进行性的 或者是说比较晚期的癌症 我们基本上还是外科手术 那外科手术有时候说 一看哇 这个情况已经太坏了 已经都转移出去了 跑到肝脏 跑到肺脏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用 化学治疗 或者是黄色线治疗 或者甚至雷射治疗 那这些治疗本身 都是辅助疗滑 大概根治的机会都不大 都不大 所以胃癌 它也是分做四期吗 对 四期治愈率大概有多高 一般来讲 如果是早期癌 早期癌 不管是用 这个所谓的第一期的癌症 不管是用内视镜治疗 或者是外科治疗 都是在90% 甚至95% 所以很多很多的人 这个早期癌开到以后 到现在都还活着 活着很多 比如说 你看那个棒球果手 那个王真志 我们的监察院的 以前的院长 王作龙先生 这些都是早期癌 他们的 有的用内视镜治疗 有的用外科开到 这些都可以到95% 90%以上 那如果是已经转移到外面 扩散 一般来讲 大概只有20%左右 就是能够活过五年的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很多 扩散就等于是第三期之后了吗 对 第三期 扩散看它到哪里 一般来讲 胃癌的扩散 先是局部扩散 先在胃 然后胃的旁边有淋巴线 然后再跑到肝脏 然后跑到肺脏 然后跑到全身 所以一旦跑到肺脏 跑到全身 这就是第四期了 这个时候大概半年 存活期大概只有半年左右了 好 所以胃癌的治疗方法 就有以上的这几种 那么胃癌之后的一些 生活注意事项 大概有哪几个部分 一般来讲 这个胃癌如果是开刀的话 就看它开的刀是 比较大的刀还是小的刀 一般来讲 假设说它是癌症是很早期的 我们基本上是希望 用内饰镜就可以了 不需要开刀 那即使是开刀 也尽量开得非常的小 就是拿掉那个癌细胞的部分 拿最少的部分 一般来讲这样的恢复都很快 甚至于现在都还用腹腔镜 打几个洞 就把那个胃癌的部分拿掉 保留最多的胃 这样的话 它术后的进食就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拿掉的部分很少 但是如果拿的 手术拿得很大 那可能吃就会受到影响 特别有的癌细胞很厉害 它必须要整个胃都拿掉 那这个时候 它整个进食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不过原则上 这些呢 在外科医师 他们有经验的外科医师 他们整个团队都会告诉你说 要注意哪些事项 怎么吃怎么吃怎么吃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对于这一类进食的部分呢 我们都是采用比较少量 慢慢慢慢进食 尤其这个伤口的愈合 需要一点时间 那这个营养本身呢 在没有办法吃的时候 它可能会用各种静脉注射 或者是用高营养素 来补充它的营养 所以如果权位切除的话 要怎么样去吸收消化 人的代谢能力其实蛮好的 那在前面的那一两个月 当然它的饮食 当然会受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现在 静脉注射的高营养素 还有很多的太空饮食等等 这些病人大概在一个月左右 他就可以营养就可以恢复得蛮不错的 那我们剩下来的胃跟食道接的地方 慢慢这个食道跟胃接的地方 这个小肠就会慢慢大起来 就会取代原来这个胃的功能 就会取代胃的功能 是 人的这个恢复能力是很强的 是 一般我们知道说肝如果切掉一点的话 它肝会慢慢长 胃会长吗 胃不会长 你切掉就切掉了 对 但是它的那个小肠的部分会膨大起来 它会具备它的那个功能 但是昏迷胃酸的功能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 如果没有分泌胃酸的功能 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 有 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没有胃酸以后 它我们身体里面很多 吃进去的食物在消毒方面就会有了问题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 你看非洲人那么多 他们在随便在地上随便抓随便吃 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它的胃酸已经杀掉它90%的细菌 所以胃酸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好 还有饮食有什么样的禁忌 当然就是发霉腐败变质的食物 就不能吃了 还有高盐的食物也不能吃 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花椒也不能吃 还有烟酒 这四个部分 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都会跟病人讲很多很多的禁忌 但是比较有根据或者是 就是说比较具体可行的 事实上是第一跟第二 那第一跟第二大部分人都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犯到 因为现在的饮食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不会像以前一样 就很喜欢吃酱的 很喜欢吃这些火腿腌肉这些 现在也蛮就是养生饮食的 大家都会比较注意说 比较新鲜的蔬菜水果等等 还有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到日本或到其他的地方 我们会觉得说 这地方怎么吃这么咸 现在的人也不会吃这么咸 可是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 他们可能有一碗饭 就是吃那一点点酱瓜 一点点腌制的食物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胃癌本身是一个 我们过去比较旧的病 所以我们比较 这些饮食本身 现在比较不会犯 那至于这个 反而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麻辣锅 什么辣椒等等这些 那很多人会问说 这个东西跟胃癌没有关系 坦白说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在这个地方 大家会觉得说 那医生怎么跟我讲说 叫你不要吃辣的这个 这个刺激的食物 很多人都认为说是有影响 但是事实上 辣是一种痛绝 大部分是在嘴巴上的 那真正到胃里面 其实胃那么酸 这些辣椒都不是它的对手 而且这些东西本身 它的代谢物 并不见得会造成胃癌 所以在这里面 第一第二项 我倒是觉得 这个是一定要禁忌的 那如果你有这个习惯 尽量它少吃 那烟酒里面的烟 反而跟胃癌更有关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 这个辣椒跟花椒 这一部分的食物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起来 是觉得说 它应该会有害身体 但是对胃癌来讲的话 没有直接的 没有直接的那个连结性 是 好 那再来就是 要多吃哪一些的东西 再来还有一个饮食禁忌 就是不要喝牛奶 手术之后 净喝牛奶糖跟高碳水和 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什么叫高碳水化合物的饮食 这个部分是比较难一点 因为这个是属于手术以后了 因为我们手术完了以后 我的胃切掉了三分之一 或甚至切掉三分之二 那么这个时候 我如果突然间喝很多的高糖分 就是所谓的高碳水化合物 比如说我一下子喝很多糖水 喝很多糖水以后呢 我这个胃很小 一下子它就接受到这个讯号以后 就会分泌一个内分泌 这个内分泌呢 会让我们的所有的食物 一下子全部挤到小肠 就拉肚子 所以这个叫做倾倒症候群 这个是比较特别 特别是指手术以后的 手术之后的 一般人是不用禁忌的 好 那还有就是 少吃或不吃烟烤的东西 然后熏烤的东西 就刚才已经提到过了 那要多吃哪一些食物呢 香菇 蘑菇类的 菌类的食物 富含维他命C或A 跟纤维素 微量元素的新鲜水果跟蔬菜 要经常吃海产品啊 第三个这个部分 倒不是说一个很强的建议 其实胃癌的病人 我们大概讲的是说 最好不要吃什么 那其他都可以吃 均衡饮食 因为其实基本上 这个胃癌现在是在减少 主要原因是因为 细菌被我们发现以后 杀菌杀了很多 第二个 其实我们现在有了冰箱以后 其实我们大家 再也不会去吃 那么多腌制这些 反而我们现在多的是 因为吃太好 吃太多这个动物性的 这个脂肪等等 得到大肠脂肠癌 乳癌的机会增加 所以呢只要均衡饮食 还有一个新鲜的蔬菜水果 现在我们打开冰箱 我们大家都有 可是过去这个是一个梦 所以在现在来讲的话 所谓的维生素C 维生素A这些 不至于会有缺乏的现象 那有一些纤维质 比较多的食物 它会不会吃下去 因为它比较粗嘛 会刮胃嘛 这个部分不用担心 反而我们鼓励大家多吃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因为吃太少 这些纤维的食物 反而大肠脂肠癌太多 所以反而为了要 预防大肠脂肠癌 我们更鼓励大家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纤维质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谈 好 我们再了解了 胃癌大致可能的成因 然后我们的饮食习惯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告诉观众朋友 怎么样去 从日常生活当中 去预防 这个胃病变来找上我们 那么其实这几个原理 刚才院长在解说当中 也大致都提过了 第一点就是 早期消除幽门感菌的感染 那刚才也问到院长说 幽门感菌要怎么发现 其实从抽血 然后在这个炸 吹气 吹气 或者是做胃镜的时候 就刮一下就大概可以去切片 去检查 那么多摄取新鲜水果蔬菜 减少盐类 淡盐是什么 淡盐就是刚刚讲到那些 硝酸盐 硝酸盐的那些食品 火腿 西班牙的火腿 那你可以看到它掉的那个火腿 而且还跟你讲说这个最好 上面都是抗生素 全部发霉的 像那个 我看了以后 真的不敢吃 可是在他们那个地方 这个是美食啊 所以其实在东欧有很多国家吃的比我们还咸 他们的胃癌也很高 那我在俄罗斯 在这个波罗的海这几个国家 他们的胃癌都是他们的死亡第一名 我们去吃它的食物比我们更咸 所以很多腌制的食物 还有这些含硝酸盐的这些食物 还有熏烤的食物 事实上是 真的是胃癌的高危险 是 所以真的是要尽量避免 也不是说都不能吃 但是如果你频繁的吃的话 真的是比较危险 那再来是 避免不必要的放射线波及 再来第五点 改善社会新冠 减少烟酒等等 好那院长还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平常这场生活当中 一般来讲我们其实现在 最容易遇防到胃癌的 就是说高危险群 什么叫高危险群 就是说你家族里面有人得胃癌 或者是你曾经得到胃溃疡 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些人他一定要定期去检查 那如果他发现有幽门螺旋感菌 就赶快治疗掉 不要放在那个地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家里的人在这个 你的家族当中 如果有人得胃癌 那你其他的人 应该要一起去检查 那有时候你很意外的 会发现说 家族里面还有一些人 完全没有症状 他也是胃癌 那就赚到了 这个部分我们有相当多的病人 就是说他们都愿意出来做志工 像他们发现了以后 他们都很高兴就在告诉别人说 你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要赶快去治疗 所以胃癌的发现是因为有很多的内视镜的检查 偏偏这个检查又大家觉得说很有侵袭性很可怕 索性现在有很多麻醉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来帮忙他 所以如果要早期发现胃癌 其实他育后非常非常的好 可以说几乎百分之百他可以活五年十年以上 但是如果说你不理他 一旦发现是晚期的胃癌 他五年的存活力大概都只有20% 所以是利益差很多的 所以院长你建议大家几岁的朋友 就是如果刚刚这些高危险群之外 如果没有这些高危险群的因子 我们几岁应该要去多检查 一般来讲没有高危险的因子的话 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鼓励他说 没事情去做胃镜检查 但是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癌症 都已经倾向大肠直肠癌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 我们现在国建局都已经有规定 就是说只要是40岁以上50岁以上 都会免费做大肠的大便的筛检 当你大便筛检有问题的时候 你才开始来做这个检查 都来得及 是 好那最后就来看看 减少胃癌发生的食物 观众朋友也可以多来吃 大蒜 洋葱 菌菇类 番茄跟花椰菜 大蒜 洋葱它是可以有杀菌的效果吗 我想这个部分都跟杀菌是比较没有相关 基本上这些都是属于比较健康食品 而且是属于比较高鲜 或者是比较就是一般的菌类 那花椰菜的话也是高鲜的食物 那还有维他命C 这就是说我们一起 以前一直在担心的就是说 都是吃那些腌制的 都是吃不新鲜的东西 只要是新鲜的这些食物 当然很多人都觉得大蒜 还有很多很神奇的功能 洋葱有很多神奇的功能 我想这个部分都可以有 对这个胃癌减少是有帮忙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 艺术大学医学院的院长 林小棠院长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分享了胃癌的种种 也提醒关注朋友 一定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谢谢 林小棠院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